尼罗河是世界第一长河,全长6670千米,这条河流养育了非洲9个国家。 非洲地处热带区域,使得当地的水资源极为短缺,再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匀,使得当地的民众饱受缺水的困扰。 尤其是处在东非和北非这些地区的非洲民众,缺水问题更是严重。 这些地区有5亿人口,但是水资源却仅仅占总量的5.5%,所以尼罗河这条非洲民众的生命线就越发的重要了,全个有用。 为了增强水资源甚至会爆发激烈的战争,其中埃及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国家争夺得最为激烈。 而为了抢占先机,在河流上修建大坝就成为了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埃及抢占了先机。 他们在1960年就修建了一座大坝,这座大坝就是世界文明的阿斯旺大坝,至今已运行了51年。 这座大坝修成之后使得埃及境内的水库面积迅速扩大,基本上将尼罗河的水量全部吞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 这个水库在埃及境内被称之为纳塞尔湖,在苏丹境内则被称之为诺比亚湖,但在苏丹境内占据的面积最大达到了83%, 所以是阿斯旺大坝的最大受益者。 阿斯旺大坝修建完成之后,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1972年,非洲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有34个国家受灾,24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造成了一亿多人面临饥饿的威胁,联合国将它称之为非洲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难。 但是埃及却只身事外,因为他们提前在阿斯旺大坝上游的水库蓄满了水, 所以在干旱来临的时候依旧可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埃及之所以可以屡次战胜旱灾,阿斯旺大坝绝对功不可没。 为了让阿斯旺大坝的优势始终保持下去,埃及不但自己继续新建更加巨型的大坝, 最主要的就是反对上游修建大坝,因为目前埃及人对于尼罗河已经形成了高度依赖, 埃及有超过96.5%的用水量来自尼罗河,全国几乎所有的人口想要依靠尼罗河才能够生存, 所以埃及每年的淡水缺口相当巨大,因此为了保障自己的用水安全, 埃及对于上游修建水坝是极力反对的,埃及的地理位置属于热带沙漠气候, 因此常年高温干燥,仅北部地中海沿岸才会有少量降水, 所以埃及一直在想办法寻找新的淡水资源,包括污水回收利用以及海水淡化技术等等, 依旧是杯水车薪,所以对于尼罗河埃及人是非常的重视, 但是尼罗河流进的国家非常的多,基本可以分为上游和下游, 这两个部分的国家为了尼罗河一直在争论不休,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但下游的埃及和苏丹比较团结,他们经过协商决定两国团结起来按照比例来使用尼罗河的淡水, 所以埃及每年可以调取555亿立方的尼罗河水,苏丹则可以使用185亿立方的水, 两国的用量已经占到了尼罗河年均总流量的99%, 埃及和苏丹这样的行为必然会招致上游国家的不满, 在近些年纷纷宣布了自己的水源开发计划,其中埃塞俄比亚动作最大, 在1997年埃塞俄比亚宣布启动了他们的千禧年计划, 但这一计划已经提出就受到了埃及和苏丹的一致反对, 但是在2011年2月埃塞俄比亚还是宣布他们将在清尼罗河上建造一座复兴大坝, 从这个名字当中就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他们的目标究竟有多么的远大, 而这座大坝也是为了保证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 埃塞俄比亚大坝的修建当然会招致下游国家的反对, 但那个时候埃及国内爆发了混乱, 而苏丹则出现了南北分裂, 而埃塞俄比亚则经济稳步发展, 社会非常稳定, 所以水坝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这座大坝截止2020年2月已修建完成71.2%, 而且第一期的蓄水目标也已经顺利完成并开始了第二次蓄水, 当这座大坝全面建成之后, 它的泄洪量可以达到1.5万立方米, 坝后将造就一个1800平方公里, 蓄水总量可以达到630亿立方米的超级水库, 这样的规模比我们国家的三峡水库还要巨大, 同时它的发电量也不可小事, 将完全满足埃塞俄比亚电力短缺的困境, 甚至还有多余的电量可以出售给周边国家, 这座水坝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 首先得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同时这座水坝也得到了中国的技术援助, 但这座水坝的修建也将会给下游带来巨大的麻烦, 这将导致下游的国家将损失150亿立方米的淡水, 但目前三国已经就放水达成了相关的协议, 上游在尼罗河雨季的时候蓄水, 而汉季则适当地进行放水, 以缓解下游国家的汉情, 这种封阶段蓄水的方法得到了三国的认可, 但在尼罗河的利用上无疑是埃塞俄比亚成为了最大的赢家。